二千年后,蕭若元术往事,论当世,施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今天讲的是史记《季报联报》列传第四十七 《季报联报》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首先当然他们的名字都有个《报》字 但是将他们两个摆在一起,就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两个都是有些合格的行为, 《季报》者,楚人也, 他是楚国人,遗弃任合,即是很喜欢 帮人出头,做合事,鬥戏, 有名于楚,在楚国是一个出名的人, 汉籍史将兵,汉宇就叫他大兵, 索困汉王,幾次他都是, 我想他也是打先锋,就是追击汉王, 搞到汉王很狼狈, 劉邦打败有幾次被他搞到很狼狈, 及汉宇滅,汉宇滅亡之後,高祖扣球布千金, 用一千金,去找 桂埔,誰捉到他,就掌了一千金, 敢有捨匿,誰敢收藏他,罪及三族,連三族也要獲罪, 桂埔匿缽羊周氏, 桂埔就躲在缽羊姓周的人, 周氏若,這個姓周就說, 漢寇將軍急, 元上捉拿你,元上得很急, 即且治神家,甚至有人已經追蹤到我這裡, 將軍能聽神,如果你能夠聽我說, 神敢獻祭,我就會教你一條路,即不能, 原先治經,如果不行,我就寧願治敏, 因為會害我全家,我有條路教你, 桂埔許之,桂埔同意了, 乃,鑌鉗桂埔, 鑌就是剃了頭髮,剃到頭髮很短,這些是奴隸的裝束, 鉗就是用鐵鏈鎖住頸,這些都是奴隸, 衣渣衣,穿著粗布衣, 至港柳車中,將他 藏在一架車裡面, 並與其家同數十人和幾十個家裡的奴隸, 知老朱家, 老朱家所賣之, 去老國朱家家賣了他,大家都知道, 朱家就是出名的大俠,現在我們講這個大俠, 什麼叫大俠,都是朱家國解, 朱家心知是季報, 朱家知道來到這個,其實是季報, 乃買之而知之田,於是就買了他, 叫他去耕田, 戒祺子曰, 跟他的兒子講,年是聽此奴,耕田的事情要聽這個奴木講, 必與同食,要和他同一桌吃飯, 即是要尊重他, 朱家乃成,於是, 接著他就怎麼樣呢, 朱家乃成召車, 知洛陽,自己坐車去洛陽, 見雨嬰侯騰宮,去見騰宮, 騰宮劉朱家喝數日,他兩個當然是熟悉, 大家一起喝酒,喝了幾日,然後他因為騰宮藥, 他其實想去求情, 桂埔何大罪,桂埔有什麼大罪, 而尚求之急也,為什麼要捉他捉得這麼急, 騰宮藥, 鋪為漢羽困常,鋪曾經幫漢羽幾次去追逼皇上, 常怨之,常怨他,故必欲得之, 所以一定要捉到他,朱家若, 軍事貴報何如人也,你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若賢者也,這個人很厲害,朱家若, 他其實開始遊說,幫他講說話, 神國為其主用, 每一個人神都是為他的主人做事, 桂埔為漢席用,桂埔幫漢羽盡力, 即而是他的責任, 漢是神,可盡諸且, 曾經投降過給漢羽,幫漢羽做過人, 你可不可以殺光他,漢羽曾經稱霸天下, 今上此得天下, 現在皇上剛好得到天下, 獨以幾之詩怨求一人,為了自己一個人的詩怨, 而公開去通緝一個人, 何是天下之不講也, 即是告訴天下你有沒有空襟, 且以貴報之言,而漢求之急, 以貴報這麼厲害,現在通緝他通緝得這麼急, 如此,結果是怎麼樣呢, 此北北走湖,即是南走越矣, 他沒有路可走,北邊去了跟湖人, 南邊去了跟越國, 扶記藏士以知敵國, 趕一個藏士去敵人的國家, 此五子衰,所以邊京平王, 此無也,結果就有什麼結果, 就好像楚國趕了五子衰,五子衰, 結果就回來, 邊楚平王, 君何不松容,為上言且, 你可不可以跟皇上講, 講一下情, 與陰侯騰宮, 深知朱家大俠,知道朱家是一個大俠, 以貴報的其所,他明白, 其實貴報一定是躲在他那裡, 乃許若諾,好, 代奸,代閒,有得閒時間, 果然如朱家寺,就像朱家那樣去跟劉邦講, 尚乃卸貴報,於是尚,劉邦就卸免了貴報, 當時是,朱公加以多貴報, 能吹光惟有,那些人都覺得, 讚揚貴報,一個這麼猛烈的人, 肯扮做奴隸,這個就叫吹光惟有, 一個很光烈的人都肯委屈一陣, 朱家亦以此,明文當世, 朱家亦都因此,全世界知名,因為劉邦, 要殺死他三族,朱家這樣幫 貴報解到這個結,因此 結去到劉邦那裡,多難解,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人是大俠,貴報召見, 貴報就去見劉邦,謝道歉了, 上敗為郎宗,於是貴報就做了劉邦的神下, 就是做了劉邦, 孝衛時,到了衛帝那時候,為宗郎將, 他升官做了宗郎將, 善狐常惠書萬呂侯, 這件事在匈奴列傳會講,那時候, 那個匈奴的善狐寫一封信給呂侯, 就說你四十幾歲,你老公死了,不如嫁給我, 其實是侮辱這個呂侯, 不信,說的話真的很沒有禮貌, 呂侯大到,很生氣, 照諸仗已知,找了那些將令開會, 上將軍泛化藥,這個是他的 媒夫,是呂侏的老公, 若,神怨得十萬眾,橫行兇奴之, 一聽見很生氣,義憤填英,你給我十萬兵,我去掃平兇奴, 朱將皆歐呂侯儀, 那些將領全部都是想哄呂侯開心, 尤其是這是呂侯的媒夫這樣講,若然, 對,給十萬兵犯快去掃平他, 貴報藥,只有這個貴報這樣講真話,犯快可斬也, 這個人應該斬頭,犯快, 十萬兵橫行兇奴, 扶高帝,高祖, 將兵四十餘萬眾,帶四十幾萬兵, 困於平城,都被人在平城包圍, 你夠不夠高祖厲害,你的十萬兵, 金塊內河以十萬眾橫行兇奴中,現在竟然講大話, 說用十萬兵就可以橫行兇奴,面氣, 是當面講大話, 騙這個太后,當面講大話, 且秦已是於兇奴, 而且秦國,因為打兇奴, 搞到陳勝等起,陳勝那些人結果就是起兵造反, 而今倉儀未秋, 那些倉償到今日都未曾康復,快又面移, 現在他又當面擦鞋講這種話,欲搖動天下去打兇奴, 用什麼搞到天下又大亂, 事事,殿上皆孔, 個個都目無人識,因為他講的是真話, 被他篤穿了,太后霸朝, 太后就落朝, 誰不浮已激兇奴是, 就不敢再講兇奴,其實寫一封很委屈的信, 說我老了,我不能夠嫁給你, 差不多一個東西是給他的,這個在兇奴列傳我們會講的, 這些節緣,